好在这一边呢 我这一个要讲的就是 呃 Symmetry and Cord 它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说 假设我的Radius 然后它经过Cord 然后垂直的话 它会把这两个平分 它会把这个Cord平分 所以我整个都是在讲着这一个东西 就是说这一边平分 这一边平分 它只要是Cord的情况之下 Radius把它垂直的话呢 它就会把它平分 这样平分 OK好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们时常会用到Pythrogram Steerum 来我们先看PMR2005的这一题 它告诉我PO是8 这一边是8 然后过后呢 它告诉我POQ是18 POQ是18 然后所以这一边是10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18-8会是等于10 所以我的这一个OQ 其实是我的Radius来的 然后所以这一个地方呢 它也是10 所以我可以知道这一边有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在这个直角三角形里面 10是长的 所以我的MP呢 会是等于Square root of 10Square-8Square 然后我拿到的是6 所以这一边6 这一边也是6 所以题目要的是MPMM的话是两个6 然后也就是12 所以它答案是A12 然后接着旁边的 然后我们继续讲下面这一题 SPM2004的 他告诉我PQ是24 PQ是24 他被平分的话这边12 这边也是12 然后他告诉我KL是5 所以这边是5 然后我在这一边呢 自己加多一条线 从L去P这边加多一条线 在这一边呢 我要知道就是说我的PL LM 都是这一个圆形的圆形 甚至是L来这边也是他的那个半径 OK Radius 这个是我的Radius 这个是我的Radius 然后我里面这个圆圈呢 他的圆形是M 然后来到L是他的Radius 所以这一边也是他的Radius 所以他这三个的长度是一样 甚至我的R来到这一边 这个也是他的Radius OK 可是事实上在这一题 我叫的只是KR罢了 所以我这一边我不用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这一个是一个 直角三角星 就是说我的这一个 什么PKL是一个直角三角星 然后我这一边垂直 然后Bitrograph Deorem 所以我的R呢 会是等于Square Root 5Square加12Square 然后我拿到的是13 所以这一边13 这一边也是13 然后这一边也是13 然后他要的是KR KR就是5加13加13 所以我的KR等于5加13 再加13 12 13 13 31 所以他答案是C 31 然后在这一边呢 他告诉我OQ是10 OQ是10 所以这个他的Radius是10 我的OP也会是10 为什么OP也会是10呢 因为他的OQ跟OP都是他的Radius 然后他告诉我QR是16 16我平分的话这边是8 这边也是8 然后我这边也是有一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他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OR会是等于Square Root 10 Square 减8 Square 因为我的10是长的 然后我拿到这边是6 所以我的OR是6 然后我的PR会是4 为什么我的PR会是4呢 因为他是10 减6 然后拿到4 因为我的OP是Radius OP等于OQ等于Radius等于10 OK 所以他这一边是4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跟这一个 因为这个圆圈他的圆形是P 然后P来到R是4 所以P来到T也是4 所以题目要的是ORPT ORPT 所以我的ORPT呢 会是等于6加4再加4 然后我拿到的是14 所以答案是B14 然后接着再来这一边 他这个26是JK的那个Diameter 所以这个是他Diameter 所以他Radius呢是13 然后我知道我从O到R 假设这个是R啦 O到R是13 可是题目要的是ORN 然后我的RN我找不到 事实上呢 我在这一边我加多一个S的存在 然后题目告诉我 Area of Square是 那个100 100呢 Area of Square呢 它是等于100 100呢 是我的X Square等于100 所以我的X会是等于Square of 100 等于10 所以他变长是10 10 然后平分的话55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说我的这个O 借器L这一边 他也会是13 为什么是13呢 因为他是这个圆圈的Radius OK上面的这个半圆的Radius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的这个OSL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他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所以我的这个OS呢 是Square root of 13的Square 减掉5的Square 我拿到的是12 然后我的SN这一边呢 这个是10 跟他旁边呢 是一样的 都是10 所以我的这个 ORN呢 会是等于12再加10 所以他答案是22 C22 然后再来这一边 他的这一个他的Radius是5 然后其实他画到不准啦 因为Radius是5的话呢 这一边是5 这个是Radius 然后这一边是4 为什么呢 因为 5-1 这一边会是5-1 他会拿到4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自己加多一条线来这一边 这个也是5 OK 其实我要加线来这一边也是可以啦 但是我加来这边有点乱 所以我还是加这一边会比较清楚 然后这一边呢 他的这一个是5 然后他其实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个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我的这个直角三角形在这一边 这一边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这个直角三角形 这个5是长的 这个是4 所以我这边给他一个名字是M 所以我的MR呢 会是等于Square root of 5Square-4Square 然后我拿到的是3 这边3 这边也是3 然后 他要找ST的长度 我要找ST的长度的时候呢 我在这一边 其实我有 这样的一个直角三角形 OK 然后这个直角三角形呢 它是在这一边 这一边 就是我的这一个 是一个直角三角形来的 然后我的这个直角三角形 我这一边是3 OK 这一边是3 这边是4加5 4加5是9 然后我要找的是ST 所以ST是长的 所以它是Square root of 3Square加9Square 然后我不用计算机 它反而会拿到对的答案 它会变成Square root 90 所以答案是B Square root 90 可是如果我这一题 我用计算机的话呢 我的Square root of 3Square 再加9Square的话呢 我拿到的是3Square root 10 3Square root 10 你反而你就在那边纠结 是Square root 80呢 还是Square root 97呢 还是Square root 10 其实不用纠结了 你在这一边 你计算机 你拿到的是3Square root 10的时候 你在你的计算机 你就按Square root 80 你看Square root 80 它拿到的是4Square root 5 OK 所以这个是4Square root 5 然后你的Square root 90 你按Square root 90 然后计算机它就给你3Square root 10 哦 这样3Square root 10 就是我的答案了啦 然后你的Square root 97呢 你计算机按Square root 97 它出来的还是Square root 97 因为97是prime number 97 97它是什么 它不是一个 没有东西是在里面有perfect square OK 97它是一个perfect square 它是一个prime number来的 好 然后在这一边 最后一题这一边 OK 它说我的Radio是10 我的Radio是10 然后在这一边 它告诉我PQ是12 所以假设我这一边有一个圆星 来到这一边垂直的话呢 OK 我圆星在这边垂直 然后我垂直了的情况之下 我就可以有一个直角三角形在这一边 然后我的这一个直角三角形呢 它告诉我PQ是12 我会把它平分 所以这边是6 然后它告诉我Radio是10 所以这个圆星来到Q是10 所以我这一个我给它是M 我这一边我给它X 所以我的X呢 会是等于它是短的 Square root of 10 Square-6Square 然后我拿到的是8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也可以有一个圆星来到这一边 OK 然后它也是垂直 然后它把这一个东西变垂直 OK 我们这个是在这一边 OK 好 这一个也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这一个直角三角形 它的Radio是10 它告诉我RX是16 然后我跟它平分的时候 这边是8 这边也是8 我这边我给它Y OK So我的Y是属于短的 Y是Square root of 10 Square-8Square 然后我拿到的是6 所以他们的difference in the level of water的时候呢 这个去到圆星的时候是X 再从圆星去到这一边的时候是Y 所以它的difference呢 是X加Y 它就是从这一边上到圆星的时候X 圆星再上到这边的时候是Y 所以它是X加Y 然后就是8加6 然后也就是14cm OK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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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